大家我是小飞 作为所谓另一核系奥特曼 太架奥特曼这四月份 PV宣传片发布以来 就一直是奥迷们比较火热的话题 虽然前些日子经历了幻女主角事件 但丝毫也没有影响她的热度 而就在不久前 万代官方也发布了一个 关于太架奥特曼的宣传PV 在这部PV中 我们基本可以看到 人间铁功腾优性 变成为太架奥特曼的简化过程 也算是弥补了上一部 远古官方所发布的宣传PV 小飞今天重点来讲一下 太架这一次的变身 有别于其他新生代奥特曼的地方 此次新奥特曼的变身器 就是佩戴在功腾右手腕上的太架火花 而用于变身的辅助道具 则是奥特钥匙 因为此次的人间铁 身体内将接触三位奥特曼 因此用于变身的奥特曼匙 也有三把 三把钥匙分别对应着 主角太架奥特曼 以及壮汉泰塔斯奥特曼 还有来自于欧冠50行星的风马奥特曼 从新的PV来看 整个太架的变身过程 相较于以往的新生代 要简化了不少的流程 这一点还是值得点赞的 而在新奥太架发射必杀技的时候 细心的网友一定会发现 这个必杀技怎么有点像是欧布的技能 所以我们还不得不提太架的另一个辅助道具 这就是戴在左手腕上的奥特索拙 当然这也有可能是奥特钥匙的另一个形态 而这个奥特索拙的主要作用 就是用来借用前辈奥的特效之力 看起来好像这次的新奥 还是摆脱不了借用前辈力量的魔咒 但小飞觉得此次新奥借用力量的方式 相较于前面的新生代 还是要好很多了 毕竟太架虽然借了力量 但并没有出现前辈奥的画像 而且太架的形态样貌也没有改变 只是单纯的在太架本身的光线下 加入了前辈的力量来强化必杀技 有点类似于孟比优斯的凤凰形态 把孟比优母射线和西卡丽的骑士光线 所有唯一的融合强化技能 所以本质上来说 新奥主要还是靠自己 整体设定有点回归 昭和平成的风格 但又独树一致 还是非常值得期待的 也希望远古官方 能够快点发布预告PV吧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欢迎各位留言转发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by bwd6 by bwd6